大马政府专机9MNAA的轮子 昨天终于再次着陆大马国土 然能一般载着首相到处飞的官方专机 为何昨天才回到大马 圣诞节前夕 首相纳吉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夏威夷打高尔夫球 同时间东海岸发生大水灾 首相在这关键时刻还打高尔夫球 被人质疑 纳吉迅速在27号就飞回大马 即刻马不停蹄地巡视各灾区 但令人费解的是 客机没有随着首相一起回国 反而足迹遍布各个国家 全球飞机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过去5天记录显示 9MNAA曾经飞到印第安波利斯 洛杉矶 纽约 伦敦 杜拜 以及曼谷 人民公正党青年团宣传主任李建聪质疑 专机过去几天 究竟进行什么样的官方活动 所有部长高官被指示取消假期 但官方专机却横跨大西洋 在北半球多个国家 留下飞行轨迹 纳基曾就奥巴马的高尔夫之约解释 那是早前做出的安排 主要是两国外交上的联系 深深暴人卡迪亚辛今天在部落格说 借到首相办公室的澄清文告 专机是因为技术问题滞留美国 并不是留给首相家人使用 首相署部长也开枪说 专机已经获得政府批准 让首相和家人出游 所以不是一个课题 不过滞留在美国的专机 是不是在技术问题解决后 就回来了呢 不过滞留在美国的专机 不过滞留在美国的专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